美丽田新赵丽颖又一部立作要播出啦,好期待! 赵丽颖可爱漂亮,虽然她没有标准的瓜子脸,而是可爱的娃娃脸。 在她还在跑龙套的时候,有人建议她去整容,这样在娱乐圈才能发展得更快。 但是她没有,她把全部的心思和精力都放在了打磨演技上。 她在事业上极其努力,是娱乐圈出了名的拼命三郎。 分析赵丽颖的五官,不难发现,她的五官当中,比较耐看和突出的是她的鼻子。 她的鼻子是那种精致而小巧的鼻形,鼻梁高挺,鼻翼窄小, 并且的话,由于早期赵丽颖脸型比较圆,因此她的小巧的鼻子给她整体面不多加了一份俏皮感。 在粉丝们眼里,她她们所见到的赵丽颖美到极致,应人窒息,毫不夸张地讲,直接可以用美若天仙来形容。 青阳惋惜,赵丽颖真的好美,温婉优雅的古典美。 赵丽颖虽然已经是生过娃的人,但是颜值和身材却未曾改变。 而且赵丽颖的穿衣打扮也是非常出色,无论什么风格都能让人看着很养眼,也充满了青春活力。 一叶丛中的赵丽颖身着改良的白色旗袍,美妆美发,长发披肩,尽显温柔,回眸浅笑,婉婉友宜,清晰可见她的眼中柔情似水的光芒。 赵丽颖白色旗袍民国风造型,美到令人惊艳的青丽小白花,优雅温柔大气,她的美仍然像钻石一样,越打磨越会发出璀璨夺目的光芒来。 赵丽颖的眼睛圆圆的,如同小鹿眼一般,视觉上看上去满满的无辜感。 赵丽颖笑起来像弯弯的月亮,属于典型的圆润新月形,再加上赵丽颖的卧蚕饱满,天然可爱,满满的少女气息扑面而来。 赵丽颖的面部饱满度是充足的,额头苹果肌饱满圆润,非常的简灵。 很多人都无法复制赵丽颖的美。 要说能当明星的,都是上镜有优势的。 赵丽颖的优势就是头骨饱满,头非常小,脸型虽然是圆圆的,但是盛在小巧流畅。 赵丽颖拥有一自眉,圆润柔和的脸蛋,新月形的双眼皮,俏皮可爱的卧蚕以及恰到好处,圆弧形的发际线,搭配在一起显得很耐叹,亲和力十足。 赵丽颖主演的《幸福到万家》将于6月29日,在东方卫视和北京卫视联合上新播出。 这部农村题材的剧作可能成为一匹黑马,与关注民生息息相关,有望成为爆款之作。 希望赵丽颖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